你懂吃燒肉嗎 那不就煮熟就好了 烤這種厚的五花肉 掉在它肉汁 煮比較中間的食物方面 肉才會鮮美多汁 五花肉的油脂豐富 可以用慢烤的方式 滴出油脂 讓你更容易品嘗到 它的皮酥 油香 肉甜 很多層次 吃 阿虹 李斯洞 你為什麼會失手 我不想管了啦 你懂吃燒肉嗎 那不就煮熟就好了 烤這種厚的五花肉 掉在它肉汁 煮比較中間的食物方面 肉才會鮮美多汁 五花肉的油脂豐富 可以用慢烤的方式 滴出油脂 讓你更容易品嘗到 它的皮酥 油香 肉甜 很多層次 欸 子洞哥 你的肉烤焦了耶 就是這種焦香感 最能刺激你的食物 韓國烤肉為什麼會好吃 在於它豐富 平衡 層次感 配著烤過的泡菜 加一點點辣味噌 包在生菜裡面 送進嘴裡 你就能體會到 那刺激的酸辣味 有清爽的口感 吃啊 你們女生也太好收買了吧 大冰塊的梨子龍 竟然會請我們吃飯 還會烤肉給別人吃 完了完了 明天太陽從西邊出來囉 算了 那你不要吃了 欸 我要吃 好冷 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